《體育演藝文化》出版 《十四個人組成的創新起頓團隊》 現在爭取選委十四個席位 大家知道2019年政治的紛亂 到國安法將它撥亂反正 香港需要做的事還有很多很多 我們一定要選出愛國者作為治港的班子 高校施政 帶領香港再創新 同時我們也有四大政綱 一 穩定 這個城市如果不穩定是沒有前途的 經濟更加外際不前 令民生困苦 第二 自由 香港其實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地方 但是自由也要自律 如果為了自由而犯法暴動 這些自由就不是叫自由 是叫自私 還會自毀前途 第三 發展 香港從來都是發展向前的城市 但是回歸之後 竟然變成一個政治的城市 五十年不變過了一半 這一半不是變得更好 是變得落後 我希望後一半可以追上來 但是我們可以相信香港人是有這個魄力 是將香港變為世界前逆的城市 第四是機遇 香港最大的好處就是背靠祖國 祖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系 也是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 現在又全力發展大灣區 香港近水流淡 理應得月 我們希望新一屆的政府 是一定要爭取這個機遇 令到香港可以從頭形象